香蕉是用黄色的土做 那我们做三条香蕉 先搓出三块黏土一样大的 那这个土的大小呢 跟这个一块钱的铜板比比看 比它小一些 那你拿到土就是 我都习惯沾一点水 然后稍微捏一下 再搓汤圆 搓汤圆就是把黏土搓均匀 搓均匀以后呢 搓长就用这个这个地方搓长 这样搓长 然后稍微弯曲 这边呢 上面这里 这边把它捏捏 你用稍微搓一下 让它这样子弯曲 香蕉也是要胖胖的比较好吃吧 我在买香蕉都是买那个肥肥胖胖的 那个肉比较多 然后尖尖的 这个是它的黑色的部分 再看一次哦 就拿到黏土 它就是搓 搓汤圆就是把黏土搓均匀 搓均匀以后呢 就是搓长条 长条然后再分出 两边的更细一点 更细的话你就搓细一点 然后弯曲 香蕉是要弯弯的才好吃 直直的香蕉不好吃 这边 拨一下 这样 三条 放到这个木板 工作板上面 然后你两条先合并 两条先合并 这上面捏紧 捏紧它就粘住了 上面再放一条 捏紧 捏紧 让它粘住 就这样子 然后你把它 换平面的 因为我们做的是浮雕式的 换平面的 那这边是要粘那个 那个字体 所以你用一些水 把这个黏土搓到有点黏大大的感觉 然后再把这个 这个已经干的字体呢 黏上去 黏上去 要压一点时间 让它黏住 再来它的上面呢 有一点绿色的 这样比较好看 就拿一小块的土 一小块 然后搓成长的 就加扁 就这种形状 然后往这个 往这个上面 往这里也可以 这样子凹 这样子凹 弯一 一个 勾勾把它夹住了 这样子 香蕉的这个尾端这边有一个小洞洞 这边都是黑色的 这边都擦黑色的 香蕉的颜色 把这个咖啡色的笔呢 拿测的这样刷 它有一些纹路 表示它已经熟了 很好吃了 这个绿色的部分呢 给它差一点颜色变化 就是有深绿色的 一部分就好了 这一本书的 第24月跟25月 这边有教香蕉怎么做 还有26月都有教香蕉怎么做